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现在要来跟各位同学介绍函数的概念 同学在国一的时候即有学过函数的概念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做函数呢 函数的定义是 当我给定一个X值时 只能得到一个唯一的一个Y值 这样的对应关系 我们就把它称为Y是S的函数 Y是S的函数 记得给定一个S值 只能得到唯一的一个Y值 那Y就是S的函数 那如果我们用英文来书写这一段话 Y是S的函数 可以把它写为Y is a function of S 那function就是函数的英文 因此我们数学的书写 可以把它写成Y等于F of X 这个F指的就是function的第一个字F 所以就是说Y是S的函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那其中这个S呢 其实就称为字变数 也就是我们先给定的值 那Y则为硬变数 当给定S值所产生相对应的数 就称为硬变数 好 那F of A这个符号则是表示 当X等于A时 它的函数值 好 那复习完这些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F of S等于S加2的这个函数 当X给3的时候 它所得到的函数值 就是3加2等于5 我们就说5就是当S等于3的函数值 好 复习完函数的概念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函数的对应关系 好 我们利用四个图形来说明 好 每个图形都有两个圈圈 左边的圈圈表示S 就是字变数 右边的圈圈代表Y 也就是硬变数 好 我们来看第一种对应关系 好 当S给1的时候 我们对应到A S给2得到B S给3得到C 好 当我给定一个S值 都恰好有一个Y值与它对应 因此我们说Y是S的函数 那这样的对应关系 我们称为1对1的对应关系 好 第二种情况 好 我们来看 当S给1的时候 对应到A S给2得到A S给3也得到A 好 这样的对应关系 当我给定一个X值 依然得到唯一一个Y值 因此Y是S的函数 好 这种情况 我们称为多对1的函数关系 好 因此这两种都是函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对应关系 好 我们看 当S给1的时候 我得到了A跟B两个值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是否符合函数定义呢 好 很明显的 它其实是违反了我们函数说 给定一个S值只能得到唯一的一个Y值 所以这种情况Y就不是S的函数 好 因为它变成了1对多 好 请同学特别注意 1对多不是函数关系哦 好 那我们看最后一种情形 好 当S给1的时候 我们对应到A S给2得到B S给3 却没有数字与它对应 好 那这个情况也违反了我们函数的定义 给定一个S值 恰好有一个Y值与它对应 因此Y不是S的函数关系 好 那这样的情况称为1对5 好 所以1对5也不是函数关系 好 我们介绍完这4种对应关系 请同学要记得 只有1对1以及多对1才是函数的对应关系 好 那 其实函数呢 就很像一个机器一样 同学可以把它想成生活中 我们常常可以使用到的像果汁机 当我想要喝苹果汁 我就会丢苹果进去脚 就得到苹果汁 这样的对应关系 就很像我们函数的1对1的对应关系 那如果今天我想要喝木瓜牛奶 我就必须要丢入木瓜 以及倒入牛奶 然后得到一杯木瓜牛奶 好 这样的对应关系 就雷同我们的多对1 好 那如果我丢入一颗苹果 却得到了一杯苹果汁 以及一杯柳丁汁 那这个当然是不合理的情况嘛 因此1对多 其实不是函数关系 好 那如果呢 我也丢入两片西瓜 却没有任何的东西产出 那代表这个机器坏了 好 也是不合理的情况 所以1对5 也不是函数关系 同学可以这样记忆 应该很快的就可以把它记住了 好 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函数的图形 什么是函数的图形呢 就是将Y等于F of S的所有解 S跟Y就是F of S值 这样的数对呢 画到坐标平面上 它所形成的图形就称为 Y等于F of S的图形 好 我们直接来做个例题 好 F of S等于负三的图形 怎么画呢 好 我们知道 S给1的时候会得到负三 S给2的时候也是得到负三 S给3的时候也是得到负三 我们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 满足这个方程式的解 通通把它画上去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它的图形 是这样的一条水平直线 也就是Y等于负三的线 好 那这个图就称为这个函数 F of S等于负三的图形 好 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会发现 其实它只剩下一个常数 而没有任何的S项 好 这样的函数 我们又把它称为常数函数 那同学可以发现 好 只要是常数函数的图形呢 画出来一定是一条水平的直线 好 这是我们在国中阶段 也有讲过的部分 好 请同学要再次的了解 好 那函数的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